哇 哇 大雅你还吃什么呀 吃巧克力呀 可就只剩最后一片了 啊 你故意抢我 我自己退早 我就不信这么大小白布 我找不到一盒巧克力 真没有了 臭大雅你还敢骗我 这不是让我找到一大盒巧克力吗 这不是就没人家对象 送给他的装修节礼物吗 不能吃 大雅你懂什么 成年人要的只是一个仪式感 礼物送完就行了 谁还真吃呀 哇 你说的好有道理 咱们快打开看看 好嘞 哇 好漂亮啊 嘿嘿 大雅咱们这两分 你一颗我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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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哇蒙古头你好公平啊 那是当然了 咱们快吃吧 嗯嗯 oh my god 我对象送我的巧克力 谁给我吃了 兄妹爷 我看到是大雅吃的 你看他做到还有包裹纸的 啊大雅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兄妹爷听我说是蒙古头 你个臭丫头又想甩锅给我打孙子是不是 我没有 我就吃了一个 妈你先住手 这一盒巧克力足足有两斤重呢 大雅一个人怎么可能吃得完 蒙古头 这个还有一个包装袋呢 你有没有看到啊 哦哦我知道 刚刚我拿的时候把它扔到你头了 好啊 果然是你 本来这两天 我还打算带你们去2022考宝造物节馆呢 科技感和体验感满满 可可玩了 现在看来 我只能带大家一个人去了 啊 我也想去 兄妹爷我知道错了 你就带我去吧 兄妹 就几块巧克力而已 我都吃了就吃了呗 有什么大不了 妈你怎么能这样 哎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 我的在这呢 啊这难道是 啊 我认识老王偷送我的内核 你个臭小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没有做错了 奶奶 我都推到王爷爷整个十十圈了 可以了吗 不可以 来给我推一百圈 啊 太厉害你帮我推 奶奶请你吃糖 骨头 马上开学了 奶奶给你准备了个新书包 你看 哇 好可爱啊 谢谢奶奶 王奶奶 你能给我也换一个新书包吗 你看 我的书包都已经用三年了 都已经破了 才三年就想坏了 你老师没教过你节约吗 可是 可是什么 新三年就三年 风风波波又三年 你那书包至少还可以拥有你 摩托 说这话你太不害臊 都没 书包不好看会影响摩托 学习的 你怎么老师胳膊折往外拐啊 就是就是 你那成绩还有下降的空间吗 一个学期换两个书包 成绩却越来越差 那又怎么样 这书包是用奶奶的钱买的 她要的话 让她妈妈给她买去 嘿 你还别说 奶奶妈妈还真给她买了个新书包 你看 哇 居然还是小书包同款书包 哇 我知道这个 这是熊的 这是熊爱 这是光头墙 这是喜欢空间的小姐和卖养 呦 知道来挺多 那当然了 这熊出墨我看好几十遍了 我超喜欢他们的 连粉丝们都叫我光头墙了 拿来吧你 再怎么喜欢 这个书包也是我的 奶奶 你看到 乖孙别急 奶奶等会也给你买一个光头墙版的新书包 好啊好啊 我要买十个 好 没问题 妈 你来直接看看你的钱包吧 看见昨天蘑菇头买了好多新玩具呢 啊 啊 我的退休金 蘑菇头你别跑 奶奶请你吃糖 奶奶我不吃糖 我怕猪牙 其实妈妈也给蘑菇头买了一个光头墙的几个 后妹爷 你说我要拿给她吗 蘑菇头 我妈妈给我买了水上乐园的门票 我可以去游泳了 你 要是我考六十分 王奶奶奖励给我的 哇 那我们一起去吧 蘑菇头 考六十分就能有水上乐园的门票奖励吗 那我考一百分 是不是也能去了 你才没有呢 奶奶说了 不给外人花一分钱 学习好了不起啊 考来考去不还是一百分 我们可都是有游泳圈的人 你有吗 我没有 呃 萌菇头 我们走 那这样我不进去 就在水上乐园外面看上个玩可以吗 不行 就你 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你 耶 去水上乐园了 小薇等等我 大鸭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 你 我都考了六十分 王奶奶奖励给她水上乐园的门票 为什么我考了那么多次一百分 却一次水上乐园都不能去了 什么 我妈居然 大鸭 你妈妈本来想接你去国外过暑假的 可惜她太忙了 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作为补偿 哇 哇 这么大的游泳池 是妈妈为我一个人准备的吗 当然了 你妈妈说 这个游泳池有五米长的 就怕你玩的时候空间太小了 哇 咱们小麦布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游泳池的 这是大鸭妈妈买给她的 她妈妈还说了 过几天要带她去造物节玩呢 科技感和体验感满满 可好玩了 啊 我也好想去玩 大鸭 刚刚水上的游泳池太多了 我和蘑菇头都被急死了 你让我也进你的私人泳池玩行吗 听小妹的 嘿嘿嘿 大家 反正这么大一个泳池 你一个人玩也不好玩 我扶你出来 让我进去玩 我用这个游泳拳 和你换这私人泳池怎么样 蘑菇头说的也有道理 咦 你说我要不要和蘑菇头换 哇 这些都是我的 你不许用 你用这一盒吧 反正以后还不出了 啊 这什么话不说 我就没法做手抄包了 忘不出关我什么事 自己想办法呗 大鸭 蘑菇头 你们在画什么呀 小妹姨 学校举办了手抄包比赛 第一名呢 就能成为我们班的文艺委员 大鸭天天就知道痴心妄想 哈拉娘美术天分 也该和我比较 是吗 蘑菇头 那姨就在旁边看你们画 这样吧 为了公平起见 你们用一样的水苔比 啊 那好吧 我先画一些有艺术美的线条 然后写一句和王老师说的话 先简单起个稿 做好布局 然后画出关于中秋的漂亮图案 最后写向关于中秋的民间传说和古诗 一张简简单单的手抄包就做好了 我完成了 秀姨 你快说 谁大好看 这明显是 明显是我大孙子画的最好看 这文艺委员的位置 肯定是我大孙子的啦 这 还是请他们班的同学一起投票吧 哇 宇宙真大 真漂亮 好多新鲜 毛骨头 我想看你这个望远镜很久了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就一下 你怎么那么烦啊 这样吧 你把衣服都洗了 一会儿你回来 我再给你看 真的吗 毛骨头 我这就去洗 蠢货 还想看我天文望远镜 我让你看 那一条 毛骨头 我洗完了 能给我看了吗 嗯 快看吧 看的时候记得眼睛凑近一点啊 大孙子你干嘛呢 这望远镜这么贵 怎么能给他看 还不如让我看他 哎哎哎哎奶奶 起来 哎呦 我的眼皮怎么站住了 这怎么回事啊 是大孙子一直在用这个望远镜 肯定是大孙子 这都是你 大爷 你这死丫头要梦吓我吗 那人不是我 黄叔啊 你不是说你皮肤干燥 手脚经常开裂吗 我特意给你买了这个 香港虎生堂舌油润肤膏 东梅 谢谢你 哎 这效果还真不错啊 皮肤一点都不干了 那是当然了 香港虎生堂大品牌背书 畅销报品 有需求的人可以试下 好了东梅 我还要给你妈做安心晚餐的 我先走了啊 你慢点 哎 什么声音啊 妈你怎么了 大鸭这死丫头 把502涂在后远镜上 东梅 你要为我做主啊 大鸭 你快去拿热毛巾给王奶奶撕一下 很快就能分开了 好 东梅 东梅 你都看到了 赶紧把大鸭送走吧 妈 你先别急着怪大鸭 大鸭 你去找找那个502浇水在哪 大鸭找得太慢了 蘑菇头 你也找找 哎呀 不用找 蘑菇刚刚才用了呢 就在外远镜旁边 哦 是吗 蘑菇头 原来是你看的 哎 哈哈哈哈 奶奶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浇灯撕掉啊 哪呀 你说呢 哪呀 你快点说让我撕掉 不然我送给你 啊 啊 这可是王奶奶从城里给我带过来的炸鸡腿 你没吃过吗 哇 好想吃啊 蘑菇头 你能分一个给我吗 好啊 那就是吗 嗯 嗯 嗯 呃 蘑菇头你这是赖蛤蟆趴脚面 不咬人你个硬人 嗯 秋美姨 我动它玩的 大家拎你 饿死了 你快拿走 大家别理他 谁给你做一个海贼王路飞同款的超大烤鸡腿 秋美姨你会做好多美食啊 可以去参加美食达人计划了 嗯 那是什么 美食达人计划是实习时小程序发起的美食达人创作平台 创作美食菜谱后 在发布美食视频时 可添加上小程序菜谱 好的 忙完我就去 我要把美食菜谱分享给大家 登登登 大功告成了 哇 这个鸡腿比我哥哥还出呢 那当然了 这可比某些人的小鸡腿大得多呢 嗯 外公里啊 这么多鸡 真的好好吃啊 奶奶 我不要吃这个小鸡腿了 我要吃这个军物化大鸡腿 哎呀 我有什么办法 打呀 这个大鸡腿的热量太高 吃了长胖50斤变大胖子 啊 看你还是把这个鸡腿给奶奶吃吧 我最怕长胖了 秋妹姨 要不我还是把这给王奶奶吧 啊 中文字幕——YK